嗨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打算分享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锡子烤排骨 晚上用来配米粉汤 这两根排骨花了51块钱 它可以让老板长成这种比较长洁的 吃着比较过瘾 买回来的时候提前两小时泡出血水了 我们现在给它淘洗干净 如果有的朋友比较匆忙的 就是没有时间泡血水的话 你们就可以用面粉给它稀释一下 抓揉个两三分钟 再清洗的话就比较容易吸附它的血水 多淘洗一点 消耗以后我们给它控干水分 准备适量的大蒜我们拍碎 然后再切成末 再准备适量的这种红葱头 一样给它切圈 这两样尽量给它多碎一点 不然等样影响口感 如果有的地方买不到这种红葱头的话 你们就可以用洋葱 一样给它切末 味道是一样的差不多 加用一勺盐调味 下用的白胡椒粉 两勺的生抽 小半勺老抽上色 大概再来一勺的米酒去腥真香 然后加5克左右的蜂蜜 最后来两大勺叉烧酱 然后搅拌均匀 好了朋友们我们烤排骨的酱汁就调好了 这个是两根排骨的量 然后我们把这个排骨控干水分过后 就把这个酱汁倒进去 彻底给它抓满均匀 抓匀以后 我们加一勺玉米淀粉 让这个排骨等下烤出来更嫩 朋友们先这样 彻底抓匀过后 我们最后一步就是封上食用油 少量就可以了 处理好以后 我们就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 然后腌制三个小时 朋友们这个时间千万不要少 腌制到位 等一下排骨才会香做出来 朋友们腌制好以后 就准备一些适量的锡子 就剪成这种小块 比较好包 根据你排骨的长度 剪一个适量就可以了 只要给它包住 不露汁了就行 包好以后 我们就放在烤架上 在包的这一步 我们烤箱就可以预热起来了 节约一点时间 烤箱提前预热好 上下管180度 烤45分钟 做好了吗 还有这一只 Oh my god 妈妈 妈妈要小蚊子 打死一个蚊子 铅笔 我妈妈找姐姐拿一只 冬天怎么会有蚊子 今年真奇怪 对呀 这边有装头的 给你 给你吃 这个写在这里 哎呀 一个二太大的 一个二太碎的 这是小蜜啊 erst 这是小蜜啊 谁让你不要障碍 这 我 我 ắ� 这是 瓶 这是 这 我们 焙 身材 铅 姬 白 这 你 默 你在干嘛 在剥血 要擦掉 朋友们拍过我们已经烤好了 好香 天哪 哇香 哇 微微佳肴 微微佳肴 看着就好香 这个像好像画花一样 我也感觉像花 来吃 直接可以用手拿着吃不要的 好吗 洗手了吗 洗手了 那就好 香蝉了 香香蝉 香不闻了 不要烫到了 妈妈 爸爸他说香蝉了 香蝉了 妈妈 妈妈香蝉了 鱼尾巴断了 哥哥慢点吃没关系 一人两个 果然吃肉汁王就是最想吃的 对啊 干肉人 哎呀哎呀哎呀 太快了 哈哈 太小 太大 弟弟要后面牙齿咬 不能用前面的牙齿 肯定干干净净 你再挑选一个 嗯 没什么细的 又好看了 这个最好看 你感觉到 感觉好 好 你可以帮我剥一下虾吗 好可以 妈妈 妈妈我明天还要煮这个 妈妈我像你 还要煮这个 还有一个 沙子熟 他说我大豆 大豆 嗯 哥哥你好厉害啊 吃了三个厉害 给你点一下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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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心就丑了 好 起干净了 开始吃米粉了 我这边有两个丸子 给谁呀 我这边也有一个丸子 给我 我这边有两个丸子 谁呀 我没有两个丸子 给你 给你 谢谢姐姐 不用吃 还有牛了 没关系 你自己走 很快 可以 小哥 嗯 给我一口吧 不要再煎了 咬到这里吃自己啦 这样子不算了 这样子你就不是干饭人了 哥哥你快点 我等你